在美国 LA 我第一天住完那酒店 我没说过酒店在哪 我第二天回酒店房间 我都惊了 地上摆满了水果 我说这酒店也太好了 但我突然有一点 我惊呆了 送这么大一西瓜 美国的西瓜 你知道吗 巨奇怪 我说酒店不可能 送西瓜不给刀啊 当时我吓了一跳 我说谁进咱房间了吧 结果我住里房间也是满的 然后后来一问 是美国有一个粉丝 他就是通过 不管什么原因 你拍的角度 他知道是哪个酒店 然后到那问哪个客人 然后送到 让员工送到房间里 贼感动 然后在LA做节目的时候 还有一个粉丝 在旧金山 我不知道小明 你再没在看直播 叫小明 从旧金山运了四辆挑跑 最便宜的三百多万 开六个小时的车 自己给运过来 四辆停在楼下 然后在酒店开好房 钥匙摆在那 说第一次不打扰你直播 我们你留了四辆车 你在美国有什么需要的话 然后这四辆车给你做节目 全程跟了我三天 然后最后再把车开尾 那他怎么